印度又想要欺负人了 放出豪言要切断巴基斯坦水源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我国立刻斥资195亿 帮巴基斯坦修建千亿元的巴沙大坝项目 隔壁的印度嘲笑我们愚蠢做亏本买卖 但得知真相后 印度人却眼馋了 甚至想从中分一杯羹 真是从没见过如此无耻的人 那么中国为啥即使赔本 也要帮巴基斯坦建造一个媲美三峡的国际水电站呢 而建成后的巴基斯坦水电站到底有多厉害 点个关注大家一起看 提起巴基斯坦 想必一些看官不会陌生 我们两个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曾经就有中国网友说 如果你到巴基斯坦旅游 那么只要跟当地人说 自己是中国人 就会受到非常热情的招待 中巴两国的友谊节节升温 巴铁也是南亚第一个 和我们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朋友 那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两国在基建 农业以及教育方面有过多项合作 巴基斯坦的境内大多是山地 丘陵和沙漠 受热干风的影响 这里的降水量非常少 年降水量仅有300毫米左右 但是那人口却达到了两亿之多 所以缺水是在正常不过的 曾经巴基斯坦想要建设自己的水电站 工程建设难度直逼我国的三峡 预算高达上千亿 当时巴基斯坦连定金都交不起 但是我们不仅二话不说就承接下了项目 甚至只收了百亿就决定开工 中国基建在国际上是公认的基建狂魔 每一次的对外合作都完美的使我国和项目所在国 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而巴基斯坦的巴沙大坝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百姓甚至把巴沙大坝亲切地称呼为巴基斯坦的三峡 但是由于大坝工程巨大建设成本要花很多钱 那时候有专家实地计算过 如果想要巴沙大坝拔地而起 那么施工期最起码需要十年时间 他们对于这座大坝的预算达到了126亿美元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美元 而在1985年他们国内的GDP也不过才310亿美元 这样看来除非全国人民不吃不喝 才能修建好这座大坝了 巴基斯坦也不想让我们被外国扣上大傻瓜的帽子 所以赶紧和我们说 剩下的钱会在十年内分期付清 并且在水电站建成后还会给中国朋友分股份 中巴之间的这种情谊也让许多国家羡慕 当时建大坝巴基斯坦在国际上求助了很多西方国家 但是面对巨资的投资金额 那些吸血鬼觉得这是个血亏的买卖 完全一副是不关系高高挂起的态度 当然提前垫付也是出于我们对巴基斯坦的完全信任 如果换成小日本 不提前要个两倍三倍的开工费 还真对不起我们中国基建的建造水平 当然巴基斯坦政府也不是没尝试过向国际筹集资本 不过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前来投资 虽然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巴基斯坦说到他们可以提供帮助 不过资助金额却只有两亿元 没有一丝想要投资的打算 甚至像亚洲开发银行这么庞大的金融 大鱼也直接表示无能为力 没办法一次性掏出这么多小红鱼 这么一来二去整整过了四十年 巴沙大坝 冷是连地基都没打起来 而且在我国和巴基斯坦相互帮助的时候 总有一些人厚着脸皮 想要横插一脚 当初巴基斯坦求助的时候 这些人不理睬 现在看到有利可图 又想过来占便宜 此外 中巴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合作 并将在未来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就要求巴基斯坦拥有相对完善的电力供应 如果巴沙大坝尽快完工 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将不成问题 为此 巴基斯坦还准备了隆重的签约仪式 让当地老百姓都知道 来自东方的朋友来拯救他们了 两国的合作细节 一经传开 瞬间让印度阿三傻了眼 不管是对于巴基斯坦 还是我国意义都十分重大 它可以将中东的石油天然气 直接输送 不仅可以节约80%以上的运输成本 也可以保障能源的安全 巴沙大坝那么多国家 不想投资建设 一个事前没到位 还有就是其建造技术难度太高 巴沙大坝的地理位置 十分特殊 它处于印度河的上游 是地球上最为复杂的地段之一 附近地形经常出现泥石流 滑坡的 印度河内的水也是无情 动不动就来自大爆发 洗涤一下大地 巴基斯坦境内水资源贫瘠 根本就没有什么稳定的水源 国内最大的水源 还是从印度河分流出来的 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 为何大坝难建了 印度河非常长 许多国家都吃着印度河的水 它养育了无数的生命 巴铁本就和他们不对付 为了避免小鳖三们 在印度河上做手脚 这才一直以来想搞水上基建 这么一罗列建设巴沙大坝的难度 往上翻了好几番 巴基斯坦对这里非常重视 甚至为此不惜和印度爆发过 好几场战争 就为了这个大坝 然而 这样重要的土地 却被巴基斯坦直接拱手让给了中国 我们两个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 我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不仅是在军事武器方面 甚至还派遣参谋人员 帮助他们指挥战场 作为如今的亚洲大国 我们有一定的责任义务 帮助周边国家 为各个地区的发展提供资源和支持 大家一起发展起来了 就可以不用担心外界的骚扰 而后在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巴基斯坦也在第一时间 往中国灾区运送了近十吨的救灾物资 并且在得知我国地震灾区帐篷紧缺的情况下 巴基斯坦又先后捐赠了两万多顶帐篷 中国和巴基斯坦曾经有过许多次的基建合作 大部分都是在巴方主动推动下达成的 曾经巴基斯坦就有个塔贝拉大坝 年久事休 当时巴方就邀请我们去修这个大坝 建设大坝的地区还会经常发生小规模地震 让建设难度又往上升了好几层楼高 巴沙大坝的金属结构水头有将近两百米高 这样的位置超过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水坝 三哥们非常担心我们会做手脚 其实啊 这些担心都是没必要的 首先我们的一切目标都是和谐共赢 老话说的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它全长2743米霸高 143米 大坝的体积更是达到了15300万立方米 妥妥的一个巨无霸 但是这个大坝有个缺点 可能是因为体格大的原因 经常出现一些小毛病 因为巴基斯坦的经济水平差强人意 连带他们的交通基础条件十分不变 那可真是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 大坝附近唯一的一条主干道 也无法满足建设大坝所能达到的运输条件 巴基斯坦技术人员少专业水平也不高 所以就经常请咱们对他们的贝拉大坝进行升级 不仅帮他们安装水电机组 还会对周围设备进行设计改造 每次设备升级都能让塔贝拉大坝有致的飞跃 相应的升级期间 也可以让附近的老百姓有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 这不仅解决了巴基斯坦电力紧张的问题 还能够大大拉升国内的GDP 现如今巴沙大坝正在施工环节 在施工途中 还有许多来自巴基斯坦的老百姓 主动自愿加入到施工队伍当中去 帮我们派过去原舰的施工队打下手学技术 施工现场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印度总理莫迪立刻就急了 为了能够阻止中国修建大坝 印度甚至打起了舆论战他们宣称 如果巴沙大坝修建完成 那很有可能导致克什米尔地区被淹没 印度一直表示不能接受建大坝 甚至厚着脸皮让中国停止类似的互动 仅仅是因为在印度看来大坝就是他们的地儿 结果如今巴基斯坦和我们却在这里建起了大坝 不过对于印度的这番言论中 巴两国确实表示呵呵 且不说巴沙大坝能够极大的带动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 假如真的后果如同印度所说的话 那巴基斯坦恐怕只能说双喜临门 当然水坝的每次升级也能给我国带来一些好处 大坝所使用的水电设备大多都是中国制造 这让我们的水电设备在全球打响了名头 甚至一举可以杀入西方市场 而且我们帮助巴基斯坦所能得到的回报 也远不知此 中国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尝试绕开关键的马六甲海峡 从中东和非洲获取资源 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正是我们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连接着巴基斯坦海上航运的命脉 根据规划 瓜奈尔港每年可以容纳4亿吨货物 使其地区转载仓储运输为一体的海上中转战 如果我们想要让巴基斯坦通道 发挥出自己规避马六甲制裁的作用 那更是需要在这个国家境内进行大笔投资 提升巴基斯坦公路网、铁路网、物流港口的工作效能 而这条运输路线正好沿着中巴经济走廊 在穿过喀拉昆仑公路后 经中国能够到达中亚各国 这样的便捷性或许正是乌兹别克斯坦看中的 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每一次的建设任务 我国都是保质保量的提前搞定 向全世界完美地展示了中国速度 至于像印度一样眼红的国家 也就让他们眼红去吧 各位看官对巴沙大坝有什么看法呢 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里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